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心灵和音乐制作人默契地想把三首歌编在一起 选定了《大眠》《当你》《那年夏天》《临近的海》这三首 然而这三首歌的曲风非常不一样 因为是王心灵三个不同时期的歌曲 所以编在一起的难度很大 对演唱的王心灵来说也有不小的难度 并且节目组给他们准备的时间也很短 节目的录制很势紧凑 即便是这样 王心灵还是和制作人一起抠细节 完成了编曲 并且一字一句地疯狂练习 才有了舞台上大家看到的效果 这一次公演已经是节目最后一次公演舞台了 最终的结果将决定哪些姐姐可以入选总决赛 王心灵虽然已经稳了 身上的重担却一点不少 她一方面要精心准备更好的舞台 不让粉丝失望 另一方面也要扛下获得高票数的重任 帮助自己的队友不被淘汰 这一点从王心灵担任队长时就能看出 她的责任心很强 在上期节目中 她本来可以随意挑选战败队的成员 但薛凯奇表现出了不愿意的情绪 她立马照顾到 放弃了选择她入队 唐诗义入队后 也没有因为对方并非她的最优选 而忽略对方的感受 反而在唐诗义提出想要挑战唱歌时 努力帮助对方练习唱歌 希望大家都可以尝试到自己想要的挑战 最终王心灵在这场比赛中 不仅个人表演获得了满堂喝彩 和队友合作的有麻炒面 也获得全场最高分900分 绿带皇冠必成其重 王心灵显然已经承受出了重量 就了解 总决赛将在8月1日录制 王心灵浪迹的旅程也将告一段落 但在这个节目上的舞台 一定会再次给大家惊喜 无论如何 大家一起期待下期的演出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订阅 记得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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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